鲤鱼鳍海飘扬在桃园中列池记神社文化园区 现场聚集很多游客都来拍照取景 在日本5月5号是儿童节也是男孩节 过去有男孩的家庭会在户外悬挂鲤鱼鳍 期望家中男孩健康成长 这次园区挂满鲤鱼鳍 就是要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异国氛围 今天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中列池记孔庙文化神社 做这个一个宣导 因为在日本夏季是他们儿童成长的季节 他们在5月5号儿童节 有男孩的家庭都会挂上鲤鱼鳍 那我们的委外厂商就是办理种下祝福鲤鱼流光季 所以在这个10月18到7月9号 就是鲤鱼鳍季的这期间 那这个期间除了挂着鲤鱼鳍的用意 就是希望家的小孩能快乐健康的成长 那另外我们配合的活动就是除了有这个毛泽轮 毛泽轮在月拔市是一个日本的祭祀活动 它就是有一个八字形的穿越茅草轮的一个 可以祈求一个健康幸福的一个意向 另外也会准备一些小朋友的盔甲 让他们体验一下日本文化 那当然也有一些快闪店会在这边进驻 让民众能够感受到日本的这个文化的气息 也让我们桃圆能多一个轻旅行的小景点 营镇局长刘诗员表示 迎接即将到来的夏天 园区举办仲夏祝福鲤鱼流光季活动 除了挂上可爱的鲤鱼鳍装饰 象征家中孩子健康成长 现场还有祈福专区 可以写下祈福的话语挂在祈福区 祈求愿望成真 这里的环境我觉得很不错 是因为它就是还蛮日式的 然后它整个环境就是还蛮常会换主题的 像是之前是有一些灯笼啊 然后现在换成鲤鱼鳍啊 就是会每一季都会换主题 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就是亲自来玩这样子 然后还有很多的就是像是咖啡厅啊 或是豆花店啊 或是上面都可以走一走 很适合大家就是有空可以来这里玩 呃园区这边就是为了能够让民众到场的游客 能够更感受到浓浓的日式氛围 所以说特别规划了祈福祈愿所 以及祈愿的风铃回廊 那民众可以在这边书写您的心里所想的愿望 那并且挂到我们的回廊之后 期盼您的愿望都能够实现 梦想成真 这次也配合日本儿童节还有多元的体验活动 有亲子DIY讲堂 首座鲤鱼棋等等 由职人带领制作专属的小物 欢迎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亲临现场来体验 共创亲子美好回忆 记者东云飞桃源采访报道